朋友他们说 你这个俄罗斯女友Lida 从视频里面给人的感觉就不够喜欢你 不是真的爱你 可能是比较害羞 所以 我们的交往那些情情爱爱肉麻的话 基本上 不太有了 大家好我是老周 我现在就在俄罗斯 距离我的俄罗斯女友Lida 回 老家已经过去了五天了 其实我挺想念她 期间的话我们也偶尔会发信息 因为她走的时候她和我说 她出去以后 网络信号不太好 有时候她也不开网络 所以就 不能每天给我发信息 我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出来 溜达一下 身后这里是 这里附近一个比较安静美丽的一个公园 来起来也是 特别的舒服 这里的绿化这些做得非常的好 还有很多一些 老俄罗斯人在这里 健身运动 最近有不少的网友 在评论区说 他说Lida是我请的演员 老周是在拍剧本的 其实我这样和大家说 老周的话 从来没有拍过什么剧本 也没有请过演员 当然 其中 我们拍摄这么多期视频啊 有一些是我的朋友 有一些的话 是 在路上真的是 有时候偶遇 因为我和他们提出来嘛 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吧 想重新 拍一下我们 相识的那个 情景 所以有时候重新拍的话 就给人感觉 看起来的话 没有那么真实 但确实没有拍什么剧本 你从头到尾 你看过来 我和Lida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咖啡馆认识的 是因为刘洋去搭讪 所以认识 然后去请吃饭 也是运气好 Lida的话就答应 去散步去吃饭啊 所以 也接下来又去 带我去买糖果 所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走过来 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 一级一级的看过来的朋友 就知道 这个不是剧本 还有一些朋友 他比较好奇 就说 我到底喜欢这个俄罗斯女孩 是没点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觉得和他在一起的话 其实我很开心 很快乐 我很喜欢他的眼睛 所以有的东西是 不知道去怎么去表达的出来 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来 然后有一些朋友就说 这个什么权衡利弊啊 所以我 不是一个权衡利弊的人 如果我要权衡利弊的话 我不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权衡利弊啊 也有朋友说 老周身后有团队 其实没有团队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自己拍自己走 你带团队的话 咱俩不活对吧 我的 收入的话 给我自己一个人 开销是没问题 如果再多一个人的话 勉强 也还行 但是你要弄一个团队的话 那 估计 就够呛 干不动 因为我的收入的话 目前来说因为 每个月我还有 还的贷款 我每个月 还贷款 差不多一万多 等着我这个贷款的话 还有差不多两年多就能还完 还完以后 估计就会很轻松了啊 还有很多朋友 一直都说 要把我的情况 告诉给LIDA什么的 其实有的东西 我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 我视频里面有的东西他都知道 他都看过 所以有东西不用去说 大家都明白 他也 他也知道我的情况 因为 我的话 我去哪里 我拍什么 他了解我的朋友 看过我很多 朋友的老粉 都知道老就是什么样的 我从来不会 藏着掖着 我是做一个做自己的人 有什么情况 我都会真实的表达出来 比如说我和谁 相处了 出什么矛盾 我也不会 紧张大家 连你们都知道的话 别人能不知道吗 我这么坦诚的人 有什么我都说什么 我都拍视频说出来 因为所有和我接触过的这些女生 他们都在看我的所有频道里的所有视频 他们对这些东西比你们还了解 我放得着 我还要专门拍视频和 去和他说 看他的反应给你们看 是不是你们想吃这种瓜 因为我和LIDA的话 其实他知道我的情况 我也告诉他 我的这些收入来源 如果说他将来跟我去中国 去学习中文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起拍视频 可以教他做生意 让他不要有什么厚不知忧 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他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一个是收入来源 因为他们俄罗斯女孩 是比较独立想法上思想上 还是工作经济上 都是想非常独立 所以我也和他 和他说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以后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是有收入的 我们一起拍视频 一起做生意 这些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在国内的话 我在三亚那边 还有一个民宿 我还有一些房子 房租 在收着 其实这个收入的话 还是比较过得去的 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我觉得还是挺过得去 我拍视频这些 也其实 主要是拍了完 只是现在不知道为啥 这个收入其实 还是越来越理想的 现在 拍这个视频 每天的收入 大概 几年后加起来的话 可能有一个 五六百左右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野心 也不会想着说要 靠这个发财 但是这个 费用的话 支撑我旅行 是完全没有问题 我自己的话 还有一些理财 产品 收益的话 也都算比较稳定 所以很多朋友也经常 担心老周这个 经济问题 说老周你这样花钱 你收得了吗 之类的 你们完全不用去担心的 反正我觉得 老天爷他是公平的 只要你努力做事 你努力去分享 他是看得见的 他也会给予你 生活的奖励 还有一些朋友 然后他们说 你这个俄罗斯女友Lida 从视频里面 给人的感觉就不够喜欢你 不是真的爱你 其实 是这样的 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小 他就21岁 面对镜头的话 会有一些害羞 就 不是很自然 不拍视频的时候 在一起 交流的话 还是挺自然 挺开心的 一旦面对镜头的话 没有那么自然啊 如果他能够表现得很 酣畅伦敌演技的 非常好 那个反而 我觉得还有问题 就说明他这个演技能力 也是 非常高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真实的东西 每个人面对镜头的感觉 感受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慢慢的习惯以后 有我们 也会越拍越好的 也需要一些大家的鼓励 认可 因为其实Lida 他和我在一起啊 很多朋友还是能看得出来 他 他很用心的 也很努力 一个是他现在对中文也很感兴趣 也在每天 会学一些简单的中文 然后把信息给我 我也会 学一些 俄语 然后把语 这些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 还是在保留 用微信 交流 因为他 专门就为了 我 注册了一个微信号 因为我和他说 你走了 你和我 我可能要回一趟中国 到时候 我们就只能用微信联系 然后他每天的话 他会给我发一些照片啊 视频 还有就是他参加的一些活动 一些分享 只是 因为 可能是 比较害羞 所以 我们的交往那些 情情爱爱 肉麻的话 基本上 不太有啊 都是一些正常的交流 我觉得 这段感情吧 还是得再慢慢 发展 没有那么快 就不会像 很多 年轻的恋人一样了 那种爱的如胶似旗的那种感觉 可能达不到 一个是 可能我的年纪也大一点 他的年纪也 小一点 有的东西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代沟 而且毕竟还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罗斯 女孩 多多少少 不管是从文化呀 想法上 思想上 接触面什么的 或者是他喜好上 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很多 一些 差异 因为他为什么会 选择和我在一起 这个是我自己的分析 一个是 我是一个 黄球旅行的人 也去过很多很多国家 和他说过 其实他也很向往我的生活 其实不管是任何国家 的女孩子 很多他还是会向阳 很向往我这样的生活 冬天 我可以去 热带的海边 去游泳 去潜水 然后夏天的话 我可以去 冷一点的地方 去避暑 或者是去一些 很舒服 凉快的地方 所以 他也很向往 我这样的生活 他也想和我一起走很远的路 他也有自己的顾虑 顾虑就是 他的经济 收入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预算 我也和他说 反正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以后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还有 李达他还说过 他喜欢 看我的面孔 就是我们这种东方人的 面孔 还有我的校 所以 选择 这样和我接触 因为他们俄罗斯人的观点 他不会说 很物质 为了你的钱 因为有的朋友说 李达是为了钱和我在一起的 其实这个大家就想错了 那他们是大学生 他们的选择的路线 很很广的 如果是他是一个为了钱和谁在一起的人的话 他就不会去念大学 就不会去念书了 他选择去念大学 学心理学 学很多专业 他也是想以后有一个更好的工作 过好自己的生活 靠自己挣钱 如果他们 俄罗斯女孩 如果说想为了钱 怎么样啊 这个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想靠自己 所以他也说 就和我在一起 就 不是为了什么 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也挺想了解我的 也挺喜欢我的这幅长相 而且和我在一起 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也可以和我在一起 王他带着我更多的去了解 俄罗斯人的生活 以后也想跟我一块 去很多很多地方 也想跟我去中国 现在他对中国也是 越来越感兴趣了 所以我觉得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 想把这段感情继续 坚持下去 因为很多朋友也说 也不看好我们的感情 其实我自己来说的话 因为现在才刚刚接触时间不长 还得走着看 虽然我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我想把它坚持下去 我希望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触动 绝世智 我自己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如果一路很愿意 我们下了 我们下个小比